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FFPEG 来对视频进行压缩 在保持视频的清新度 不损伤画质的情况下 把视频文件大大的缩小 可以节约手机和电脑的空间 也特别适合内容创作者 压缩之后上传到视频平台 可以节约你很多的时间 首先第一步就是打开官网 选择对应平台的软件牌 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选择Windows 点击第一个进来之后 选择第二个完整版 也就是代夫的这个压缩包 英文字母FUL 点击把它下载出来 完成之后解压出来 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就这么几个东西 现在后退一步 它的名字太长了 修改一下 就保留前面的FFPacket就可以了 然后把整个文件夹剪切出去 剪切到哪里去呢 随便你放在哪一个盘的根目录都可以 ABCDEF机 随便你选择 我这里就把它放到第一盘 右键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之后 点进去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冰目录 再点进去 我们到这个框框里面 把它这个路径右键复制下来 然后打开环境变量 在下面的系统变量这里 有一个路径 就是这个路径了 点击这里的新键 然后把先前复制的冰路径 粘贴进来 点击确定 确定 确定 就可以了 下载和安装 就完成了 我现在就来向大家演示 如何使用它来压缩视频 可以看到 我这里有两个视频 一个是1080 另外一个就是4K的了 1080P的好像都已经过时了 我就直接使用4K的视频 来向大家演示如何使用 可以看到它的大小是72.7MB 在上面的这个文件路径框框里面 输入CMD 打开一个新的中端 要使用的命名呢 我这里已经为大家写好了 看起来这么一长串哈 有点慌 不用怕 你要修改的其实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要压缩视频的名字 另外一个是压缩好之后 给新的视频取一个名字 我要压缩的那个视频 它的名字叫做4K 后组名是MP4 对吧 这里我就给它写成4K.MP4 然后给它取一个新的名字 叫什么呢 就叫做4K1.MP4 注意啊 这里使用的是CPU的方式 来进行压缩 我们把这段复制下来 粘贴到中端里面 回车运行就可以了 好 它现在已经压缩完成了 这个是原来的视频 这个是压缩之后的 打开属性 看一下它的大小 48.9MB 原来的这个文件呢 有72.7MB 减少了20来兆吧 不是很多 现在再来使用 GPU显卡的方式进行压缩 这条命名 我们同样只修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它的名字 4K 第二个就是压缩之后 给它取个名字 这里就给它取个4K2 把命令复制下来 回到这个终端 粘贴进去运行 好 它已经压缩完了 可以看到速度啊 明显快了不少 这个是刚才压缩的文件 可以看一下属性 看到没有 只有14.9MB了 这个减少的就比较厉害了 直接从72干到了14 少了80%呀 压缩这么大之后 它的画质又如何呢 可以把原始的这个视频文件 打开进行播放 然后再把压缩之后的文件 也打开播放 左边的是原始视频 右边的是经过压缩了的视频 可以看到它的画质 凭我们的肉眼 基本上看不出来 有什么损失 还是这么高清 所以我建议啊 大家尽量使用 显卡的方式来进行压缩 可以极大的节省空间 另外这条命令 是使用了KUTA进行加速 我就不演示了 想研究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 总的来说 这些命令 你只需要填写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要压缩的视频名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压缩之后的新名字 你如果实在硬要想知道 这些命令 它是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丢给大模型 它会详细的告诉你 这些命令的作用 好了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又到了说拜拜的时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 点赞